各位尖尖的老师 可爱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朴奎明 今天我来给大家说个故事 爱唱歌的小鸟 在高高的序底上 住着一只爱唱歌的小鸟 有一天小鸟又站在高高的序底上 大声的歌唱 突然从下面唱了一个声音 下面的小鸟请你不要唱了 小鸟想 说唱得不好吗 为什么不要我唱 我要下去问明白 小鸟往下飞 看见小猴子文 小猴子是你不要我唱歌的吗 小猴子说 不是不是 是下面的朋友不要你唱的 小鸟又往下飞 看见小猴子 猴子文 小猴子也是你不要我唱歌的吗 小猴子说 是的 说找你不要唱的 小鸟吃锅的文 为什么呢 小猴子说 小猴子说 你不要去看看就知道了 小猴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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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子进来了 我要为他唱一支最好听的歌 过了一会儿 小花狗醒了 小鸟飞下来轻轻地问 小猴子说 我想为你唱首歌 怎么样 小花狗开心的拍手说 好啊好啊 我最爱听你唱歌了 小鸟的歌乡 吸引了很多小动物 他們都安靜的坐在樹下 聽著小娘東京的歌唱 這就是今天的小故事 謝謝大家